賴清德過境美國 中共搞事流產 並非巧合 C919在客失敗 雙非書記撤死 高智成被失蹤六年 全球多市同步聲援 山火至少導致89人罹難 夏威夷教堂逃過火劫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4日 禮拜一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黃曉祥 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出訪巴拉圭途中過境美國 受到多方關注 外界尤其聚焦中共方面又要做什麼表演 8月12日晚 賴清德抵達美國紐約 受到全美各地台灣人士的熱烈歡迎 而令外界感到詫異的是 以往的親共組織的抗議隊伍卻集體失蹤 取而代之的是表示要保衛自由燈塔 歡迎賴總統的在美大陸人士 賴清德在抵達機場後 發機倉合照和推文說 得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 和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蘭鷹 在甘乃迪機場的熱情歡迎 很高興來到自由、民主和機會的象徵之地紐約 隨後在下塔的曼哈頓洛天皇宮大酒店外面 受到大約兩百多名本地台橋 及來自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的熱烈歡迎 以及傳媒的包圍 他熱情地揮手和眾人打招呼 親和力十足 路透社網站也以頭版報道指示 直接在副標題稱呼賴清德系台灣副總統 毫不理會中共的反應 人群大叫台灣加油 粉碎中共侵臺 捍衛民主盟友 但今次出乎外界意料 現場沒有出現中共組織的抗議團體 有人提醒為什麼看不到一邊抗議 一邊來拿飯盒的那幫人 在此之前 中共外交部高調呼籲美國 不得安排賴清德過境喘美 中共駐美大使謝峰更加聲稱 要堅決擋住賴清德喘美這一頭 正向我們衝來的灰犀牛 早在今年4月 蔡英文過境美國時 中共駐美使館按每人200美元的標準 購買了大約300人規模的抗議活動 其實據台美雙方安全單位情資披露 今次中共駐紐約 舊金山兩個總領事館是試圖搞事的 他們指揮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兩地紅色僑團以及當地幫派分子 試圖發動抗議活動 據了解 親共僑民已經向紐約警方 申請使用音響設備 還喊出今次抗議人數比上次更多 但最後卻落得個動員情況不佳的結果 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4月參與中共遊行的人被騙了 原來中共高調宣傳發400美元 但後來傳出只得到80美元 最重要的是主謀也被美方拘捕了 上次搞事的親共人員被美方調查 發現不少人是中共海外警察局幹部 甚至很多是在地被監控的人 已經有多人被取消居留證 美方的行動對他們打擊很大 因此今次很多人都退縮了 據台灣僑務委員莊振輝介紹 美國政府非常重視今次賴清德的到訪 所以來堪查過很多次 警察FBI什麼都有來 相反二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 當日傍晚也來到賴清德下塔的酒店外 歡迎賴清德 他們打出保衛自由燈塔 中國人反對侵台的標語 並高喊共產黨滾出美國 打倒共匪等口號 網民也拍手叫好說 美國福建同鄉會勞健旺被抓之後 一時找不到帶頭鬧場的人了 那些所謂的親共僑團 都是為了一些利益 但當這樣做會相及到自身根本利益時 那些型頭小利就要為根本利益讓路了 沒有人敢帶頭組織 怕被FBI一網打盡 也有人認為中共財政日趨緊張 今次聘請反民主親共的臨時演員經費 無法保障到位只好取消 台灣國安人士表示 賴清德此行出訪過境突顯兩大意義 第一拒絕威權紅線 阻卻恐嚇 突顯台美奸信任關係的強刃 第二台美共同控管威權風險的再一次案例 作為印太區域負責任的民主夥伴 今次過境從過程中的溝通 過境點的選擇、活動的籌劃安排 都在台美雙方高度默契以及密切聯繫下完成 也讓各種不確定的風險降到最低 國安人士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早已形成慣例的台灣總統、副總統的過境美國 沒有因為威權的威脅而打折扣 而實際上雙方關係與實質合作的深化 也因此更上一層樓 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 即是中國商飛 其號稱國產的首個大型客機C919 才剛剛在下一個月就無預警停飛 被懷疑商用飛行失敗 而中國商飛公司的幾位書記趙九方 近日突然撤死 而參與C919研發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 副校長張廣涉 也在今個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接受中紀委調查 外界認為並非巧合 8月12日 趙九方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舉行 據報導 他是在8月6日因為心臟病突發死亡 事年59歲 趙九方死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是2023年7月17日 主持中國商飛召開四川公司 上半年擋封廉政建設會議 中國商飛因C919商業航行出醜 成為輿論焦點 C919今年2月1日正式開始100小時的驗證飛行 但第二天從上海洪橋機場 剛剛飛底北京大興機場之後 就出現左側引擎反推失效 隨後取消了接下來的驗證飛行 直到5月28日首航開始 每天由上海洪橋機場 至成都天府機場之間 執行作客飛行任務 但僅僅飛行一個月 該飛機再次出現異常被迫停飛 資深航空專家高飛認為 C919的驗證數據 和守飛後的實踐 都一直存在著安全和可靠性質疑 他分析說 東航營運首架C919飛機 並非為了盈利 而是為了中共的一個明星 所謂的首次擁有自主研發的 噴氣式幹線飛機 很不正常 知情者透露 C919不過是將世界各國的零部件組合在一起 其組合性維修保養 以及零部件供應都是問題 內人尋味的是 在8月6日趙九方撤死的同一天 參與C919研發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副校長張廣涉 也被中紀委通告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 另外 東航扣入中國雙飛的第二架C919客機 原定在6月18日交付 但被不明原因延遲 當此之際連續發生相關人員出事 外界猜測可能並非巧合 夏威夷山訪押金已經造成至少89人死亡 知名旅遊小鎮拉海納更加災情嚴重 一座城鎮幾乎化為灰盡 不過當地一間教堂奇蹟地成功躲過火舌摧殘 讓網友驚呼是奇蹟 根據官方估計 惡火吞細拉海納導致超過2,200個建築物受損 或者負之一具大多數都是住宅 大約2,170英畝 即是大約878公頃土地燒毀 毛伊島及夏威夷島還有六處大火營在燃燒 重災區拉海納的火勢已經有85%獲得控制 但這座城鎮很多歷史性地標和遺跡負之一具 損失金額高達55億美元 乘千上萬人無家可歸 夏威夷當局已經著手對火災應變作為展開調查 當地居民說 我們後面的山起火燃燒 卻沒有人跟我們說 我們發現失火的時候 火已經燒到我們對街 大火是虐過後的景象 更加被形容成末日廢墟 但當地一間教堂卻奇蹟地躲過山火的摧殘 就連神職人員都感到相當震驚 《台香山聲廣報》等報導 馬利亞拉納基拉天主教堂 位於拉海納鎮市中心建於1846年 並在1858年正式落城 在山火爆發前 這裏提供很多服務 包括拉丁彌撒、遊客婚禮等 在拉海納鎮很多建築物被無情火撤銷位之際 這間教堂躲過火劫 這座教堂看起來毫發無傷 但其他地方卻被大火燒過 地上還在霧煙 對面的建築物組已經燒毀 外牆出現昭黑痕跡 很多網友驚嘆這是奇蹟 附近教區的人員還說 教堂聖所和鄰近的神職人員住所也未受損 他們說儘管教堂看起來一切安好 著名人權律師高志成多次被中共強制失蹤 今次已經達到六年之久 高志成律師你在哪裡? 全世界關心中國的人士都想知道答案 8月13日 全球多座大城市將會同步舉辦聲援高志成律師 譴責中共的集會 很可能成為去年白紙運動以來 全球最大的抗議中共活動 13日當日 從紐約到舊金山、洛杉磯等地 美國東西兩岸將會同日舉辦抗議活動 據研究高志成連署召集人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執行長 洛杉磯民主平台負責人之一 介立建發出的名單 參與或聲援抗共集會的民主團體多大64個 分佈在美國、加拿大、紐西蘭、英國、荷蘭、冰島、日本、 韓國、台灣、緬甸、柬埔寨等多個國家 參加抗議的除了大陸維權人士 還有六四紀念館、對華緩助協會、 維吾爾和藏人人權組織、基督徒公義聯盟、 社安教會、藝術家協會、港人組織、 學者聯誼會、獨立作家出版社等 這個活動有可能成為集合最多信仰團體的抗共活動 活動材料已譯為英文、德文、日文、韓文等多個語種 發放到美國白宮、聯合國、世界人權組織 發送到美國白宮、聯合國、世界人權組織、 各國政要及議員辦公室等 中國政法大學畢業的梁少華律師 曾任北京建設銀行法律主管 他說高志成在民主人士、維權律師當中是一盞燈 中共當局打壓高志成依在製造韓銜炮應 看到律師都被關入監獄 老百姓更加不敢說話了 這是虎底抽身的做法 美國之音當日採訪了高律師的妻子錦和 錦和表示最新的消息就是沒有消息 都六年了 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他們家人奔波尋找 當局的公安局就互相射波 今次營救聯署的趙習楊介立健說 高志成代理過很多公益案件 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力 被稱為中國隻糧 中共企圖讓他漸漸消失在大眾視野外 讓人淡忘他 這樣怎可能呢? 高志成律師被強制失蹤 這是中共邪惡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我們必須發出聲音 希望讓高律師能夠早日獲得自由和家人團聚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